好其實呢有關於這麼一句 我們剛剛講的 今日阿富汗明日台灣 這麼一句話我們剛剛說到 藍綠之間他們都有人不贊成 好我們先來看到是在國民黨的部分 國民黨呢他們有一個這個 國家他們基金會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那麼有一個國家安全小組 那這裡頭的召集的領域方 他就特別認為這樣的比喻是不恰當的 他的說法是說兩岸之間的形勢不一樣 兩岸之間的有一格的一個台灣海峽 那如果戰戰先發生的話呢 會先是在海上還有空中來進行 這雙方的對峙 而他認為呢 我們的反登陸還有海上的戰力也不弱 他覺得這樣子的情勢都不適合拿來比拟 但是呢在民進黨的部分呢 他們則是認為說 現在呢台美關係 這史無空前的兼顧對吧 那你怎麼會拿這樣子來比喻說 今日阿富汗明日台灣呢 像是啊在蘇奎他就直接講了 在他看來啦 他覺得阿富汗他比較像國民黨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 現在阿富汗政權就是因為腐敗嘛 才會被內部推翻啊 那像不像當年國民黨 威權統治戒嚴台灣38年的時候 啊那個時候呢 他就在批評了 他說在戒嚴當中 他是不怕殺 不怕官 就算會站到最後被槍斃他也都不怕 所以他覺得呢是他不可能會逃 同時他也不會強權 好把現在的阿富汗比擬成國民黨 好另一位這麼做的是誰呢 則是民進黨的立院黨團 這一位羅志正 好他說啊 他覺得阿富汗不是被美國所背棄啦 是跟過去大陸時期的國民黨比較像 為什麼因為那個時候呢不就是 欸既然人家要打的時候呢 這領導人就先逃啊 先逃到對岸 啊就跟當年的蔣中正政權是一樣的 就趕緊先逃啊逃來台灣 好對於這樣的說法 國民黨裡頭怎麼看 我們來看到這位名嘴趙少康 他的反擊了 他講法是 國民黨時代的戒嚴跟 中共打過來會一樣嗎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狀況 好他先用這一句來回擊蘇貞昌 那下面呢則是直接在批評羅志正的邏輯 他說民進黨一場仗都沒打過 你用1949國民黨逃跑這種去脈絡 罔顧歷史迴避問題來甩鍋國民黨 你只會在網絡上頭 跟我們來比戰而已 你們到底還會做些什麼 好對於這一些的政治話題 今天上午要跟我們一起來討論的 這是台北市議員李鳴賢 來鳴賢哥早 葉宜早 中天的好朋友大家早安 好我們大家在討論說 網絡上頭開始有人講 今日阿富汗明日台灣 好大家呢藍綠之間對這句話 很多人都有意見 但是呢有意見的角度不一樣 這妹妹的角度不一樣差很多啊 譬如說呢在民進黨的部分 一直要把現在的阿富汗政權 來比擬成國民黨 您這位國民黨員怎麼看 剛剛那趙孝康他是直接批評了 他就講說 這你用1949這種去脈絡的講法 他覺得非常的不恰當 甚至他反問啊 說國民黨當年還有823號戰 那這樣子可以對比嗎 第一個 自己的國家自己就沒有人會否定 問題是自己的國家怎麼救 自己的國家怎麼保衛 所以蘇貞昌講說 他用一支掃把 然後就可以來捍衛國家 譬如說大陸打過來 他拿一根掃把就要跟大陸周旋到底 真的是要用這種方式嗎 要用這種義和團的方式嗎 所以民進黨的邏輯 我覺得他們這種有一種神邏輯 就是說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就類似的方式 就是說用愛發電 然後用嘴巴愛台灣 什麼都說靠嘴巴 一支掃很老說的 一支掃好靠嘴 可是真實的做法 實際上做了哪一些 自己的國家要怎麼救 自己的國防要怎麼做 包括自主國防採購哪一些武器 包括我們的盟方 包括美國 日本 大陸這些 你怎麼去維護好關係 怎麼去做吧 這是執政黨該告訴人民的嗎 阿富汗有他自己內部的問題 有自己內部治理的問題 還有他的外部的局勢 包括 阿富汗包括過去從 1979年蘇聯入侵 包括後來美國 美國介入 甚至未來可能中國大陸 如果要跟阿富汗維持友好關係 這些大國怎麼跟阿富汗的關係 阿富汗自己當然內部有自己的很多 內部的問題 可是阿富汗現在變成說 他內部動盪不安的話 也是執政黨的最大的問題 所以 反過來推 現在台灣的執政黨是誰 誰要照顧台灣 誰要負責任 是你民進黨啊 現在台灣是民黨執政 然後推給70年前的國民黨 拜託 國民黨1949年70年前 現在請問現在民進黨的立委 有經歷過那一段嗎 如果你要這樣張飛打月飛的話 那你乾脆拿 拿那個宋朝 南宋北宋的時候吧 還是要拿明朝 還拿清朝 要講歷史的話 你不能這種去賣肉化 我覺得這種 民進黨用這種邏輯是這樣 他們叫轉移焦點 推卸責任 擺明暈配有夠高的 這個叫神邏輯 就回到蘇貞昌過去講 用愛發電 用嘴巴愛台灣 你現在要愛台灣守護台灣 你是拿出具體的做法 而不是說拿說70年前 1949年國民黨怎麼樣 國民黨怎麼樣 現在很多民黨的人的邏輯是這樣 好像說 你1949年國民黨沒有撤退來台灣 國民黨沒有來台灣 台灣該有多好 台灣該有多棒棒 好像國民黨不應該來台灣 把所有好話一刀切 如果是照民進黨這種邏輯的話 你就說了 你當孫 當孫 都不要來台灣 清朝明清那時候 漳州全州的移民都不要來台灣 台灣那時候不就很棒棒嗎 所以我覺得這種都完全扭曲歷史 都是挑 片段去扭曲歷史 挑對自己最好的一個方式來講 歷史是一面鏡子 不要讓歷史重複 國民黨1949年 的國民黨跟現在的國民黨有一樣嗎 這完全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的時空背景跟環境 你去批判1949年的國民黨 就是逃避你現在2021年 民進黨該負起的責任 民進黨的責任是什麼 如何守護台灣 如何照顧好台灣 第一個 你跟美國的關係怎麼去維護住 那第二個 你國防自主 怎麼去維護自己的能量 譬如說 好剛剛很多網友講說 如果真的面對我們外部的敵人 假設兩岸關係惡化到那種 情況的話 大家拿65K度起來 我至少還要做兵做兩年 我是裝甲部隊 我還會開坦克車 坦克車怎麼開 我打把我還打那麼多次 一台坦克車射裝甲10個人 現在多少人當過兵 現在我們的國防自主 有能力抵抗外地的敵人嗎 我們台灣可以堅守多少天 所以很多年輕人講說 譬如說民調講說 年輕人有九成願意當兵 大家真的需要要打仗嗎 那如果真的有走到 到一個最壞的一個情況底下 大家怎麼去打仗 可以有作戰能力嗎 還是要像蘇貞昌講說 拿一根掃把就要周旋到底 拜託 打仗真的有像兒戲一樣嗎 不然等一下看 真的那個戰爭片 大家去看看多麼的殘酷 所以作為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作為一個執政黨 第一個就是要避戰 如何避免戰爭嗎 今天好像民進黨講說 好像兩岸就真的要打起來了 然後 真的打起來我們的能力是什麼 我們國防有那個能力嗎 所以第一個執政黨應該要告訴人民 如何去避免戰爭嗎 而不是說每次都要去挑釁 好像大陸就要打過來了 是這樣子嗎 我們主要的外部的競爭 真的解放軍如果過來的話 那如何去避免戰爭嗎 那如果假設說 把對岸視為敵人 主要的作戰的對國家的話 那台灣一年出口40%到大陸去 台積電也在大陸設廠 那你民進黨不是在跟敵人 敵人那個你民進黨不是賣台嗎 那為什麼40多%的外貿都是到大陸去 那你民進黨不是自我矛盾嗎 如果假設明天 明年要跟大陸打仗了 那你為什麼還40%出口到大陸去 你民進黨說說看嗎 這個邏輯也講不通啊 所以作為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作為一個執政黨 你民進黨 現在是台灣這一個 台灣這一個船的一個破手 一個船長嗎 你要告訴國家怎麼走啊 兩岸關係怎麼維持住 怎麼不要避免情況會更緊張 避免走向戰爭的一個局面嗎 第二個 你跟國際的友方跟日本 跟還有跟 美國怎麼維持友好關係嗎 所以這些才是你需要告訴人民的 跟大陸如何和平相處 如何讓局勢緩和 第二個跟美國日本如何維持友好關係 第三個就是自主國防 這三個答案 才是執政者要告訴人民的一個 我們想知道的 而不是民黨現在只會笑1949 拜託 要講歷史嗎 中國5000年歷史你去講 怎麼去講沒關係 大家講歷史 可是不要張飛打岳飛 逃避自己的責任 執政黨的責任是什麼 如何保衛台灣 而不是用嘴巴捍衛台灣 這才是你真正的責任 告訴人民清清楚 而不要逃避責任 好 謝謝明顯哥